千万不要和中二病的人吵架 前阵子我的表弟看了火影人种 你说这座大截剧多久了 现在才开始看 这是多落误啊 然后他兴致勃勃地找到了 表哥 你看过火影人种吗 都他妈2015了 你问我看过没 太好看了 人种好酷 觉得自己回到了2005 看了后我也决定当一名人种 神经病 你可以侮辱我表哥 但你不能侮辱我的人道 该吃药了 乖 表哥你什么意思 我已经研究出很多人 神经病 你敢再说一遍 神经病 垃圾 然后我们就开始撕逼了 并且开始了激烈的表情大战 炸死你这傻逼 去死吧傻逼 爸爸 天哪 为什么会有人 撕着撕着逼 突然发黄片啊 更不争气的是我的手 我竟然情不自禁 就点了这个表情 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我发错表情了 发什么黄片 分分钟举报 这是我刚研究完成的认数 所有人 能够瞬间扰乱对方的益处 我目前还在研究一个新的认数 叫净花水月 神经病 这是什么鬼人说 垃圾 爸爸 天哪 我才发现我的意志的确被操控了 管不住这事 我真的不能再和表弟聊了 于是我退出了聊天窗口 之后的几天 我一直和表弟冷战 我是觉得他太弱智了 懒得和他聊 直到那一天 我突然看到了他的朋友圈 表哥说的是对 可能是我太天真了 得罪了表哥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玩游戏 从没一点纷争 无可否认 我不应该为这事抄起家 我赞同表哥的观点 我不练人法了 我很傻 更傻的是 还为此和表哥吵架 明明是好兄弟 卑鄙成为没落人 不应该 看完后感动死我了 我才意识到 我可能有些过分 毕竟表弟还小 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不好继续和他冷战 于是我给他点了的赞 希望这个赞 能成为我们的破冰之赞 让我们和好如初吧 果不其然 我点赞后 表弟马上就来找我了 表哥 你中了我的净花水月之数 这数会让对方产生幻觉 在不知不觉之下 承认自己是傻逼 我点开图一看 表哥 点赞 傻逼 我早 锦花水月你大爷 气死我了 我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 我早神经便滚 表哥你就承认 我是一名合格的人者吧 滚 你再这么执迷不悟 不要使出隐分身之数 傻逼滚 之后 我就再没联系表弟了 我们最后的一次聊天 是在我们家族的群里 那是点赞的几天之后 表弟突然在群里喊我 表哥 在吗 呵呵 还有脸找我 你之前对我说了过分的话 现在打算道歉了吗 道歉你大爷 其实想了一下 我的确应该道歉 卧槽 这他妈是谁 怎么头像跟我一模一样 我懂了 这婊子是拉了一个 头像名字和我一模一样的 小号进去 点开一看 连这几天的朋友圈 都考得一模一样 一定要马上成亲啊 这人不是我 没错 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我了 我已经生化了 神经病啊 这几天得罪了表弟 觉得实在太对不起大家了 并没有 为了弥补 发点黄片给大家 那是表弟给我发的 最后一条死心 表哥 你中了我的隐分身之数 这数能令众数者 在别人眼中看起来 像一个精神分裂的傻逼 我点开了头 道歉你大爷 其实想了一下 我的确应该道歉 这人不是我 没错 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我了 我已经生化了 神经病啊 这几天得罪了表弟 觉得实在太对不起大家了 并没有 为了弥补 发点黄片给大家 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勇气回家 无论是经分还是发黄片 哪个都不好解释 中二病 太强了 敌不过 我还没有